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天津行先锅盖开冰箱 蔡奇陈敏尔贴身相伴 人民日报刘仲华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华新公告包凡辞职 英伟达新推出的中国定制芯片 将与竞争对手华为产品竞争 新加坡商人根据反外国干涉法收到通知 中国超高速列车有望通过超级高铁测试创纪录 中国透露九起国防清洗行动是因为严重违规 比尔·布拉德利的竞选建议 让乔·拜登做他自己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天津行先锅盖开冰箱 蔡奇陈敏尔贴身相伴 综合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春节前到天津市考察 探望基层干部民众 并了解节日市场供应 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星期四2月1日早上在天津考察调研 探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习近平先到访西津区新口镇第六部村 实地了解去年洪涝灾害后 当地农业生产恢复等情况 探望受灾群众 当天下午 习近平到天津古文化街 查看节日市场供应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情况 人民日报刘仲华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综合新闻 2月2日是黄历纳月23 是中国的传统的节日小年 人民日报发文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文中报道了德国的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 雷纳特科佩在近日接受采访时 其所谈到的对中国的印象 并将科佩的一句话当作了文章标题 由于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又恰逢今天A股跌破2700点 不少网民冷嘲热讽 包括股民部 继续吹 不要停 这篇专访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三版 发自柏林 采访德国的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 雷纳特科佩 科佩2023年4月先后到北京 安徽 江苏等地参观访问 在受访中说 中国在住房 医疗 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进步明显 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这篇文章于是在网上热传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也成为潮语 恰逢今天 A股跌破2700点 不少网民冷嘲热讽 包括股民部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4000多只股票贷涨 涨幅空间巨大 继续吹 不要停 真是一份好报纸 华欣公告 包凡辞职 综合新闻 中国投行华欣资本控股创始人包凡 被带走调查近一年后 公司宣布 包凡因健康和家庭事务原因 辞去首席执行官等职务 综合南方财经和彭博社报道 华欣资本2月2日在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称 包凡由于健康原因及希望将更多时间用于处理家庭事务 即日起辞去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会主席 首席执行官 及提名委员会主席 执行委员会主席 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告说 包凡确认与董事会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歧 且对于辞任事宜 不存在其他需要提请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 公告同时宣布 谢益景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 并由代理首席执行官改任为首席执行官 同日 谢益景也被任命为提名委员会主席 执行委员会主席 及薪酬委员会委员 英伟达新推出的中国定制芯片 将与竞争对手华为产品竞争 南华早报 NVIDIA正在接受其H20图形处理单元GPU的预定 该产品将与华为开发的类似产品竞争 据报道 这两款产品的计算能力和价格相似 这家美国芯片设计公司的H20GPU可供中国客户 用于人工智能AIA培训 价格在每张卡12000至15000美元之间 由于去年美国的贸易制裁 NVIDIA的A800和H800GPU装为中国客户开发的产品 被禁止销售 因此推出了H20 新加坡商人根据反外国干涉法收到通知 南华早报 新加坡商人陈文平因被认为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 并愿意推动他们的利益 以根据外国干涉对策法FICA收到通知 陈文平是一名59岁的新加坡规划公民 是第一位根据去年12月生效的FICA法案 收到此类通知的人 该法旨在打击外国对新加坡国内政治的干涉 根据FICA法案被指定为具有政治重要性的人 必须每年向外国和政治披露注册处披露某些信息 这包括1万新加坡员或更多的政治捐款 外国关联和移民福利 陈文平有14天时间向注册处提交陈述 如果被指定 他可以对注册处的决定提出上诉 中国超高速列车有望通过超级高铁测试创纪录 南华早报 中国一家大型航空航天国防承包商 声称其超导磁悬浮高速飞行器创造了速度记录 为其革命性的超高速超级高铁列车铺平了道路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三研究院KOSIC表示 其最新测试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低震空管中旅行时实现了稳定的悬浮 虽然达到的确切速度仍处于保密状态 但KOSIC表示 这一结果超过了超导磁悬浮车辆创下的623公里 小时387英里 小时值的记录 高速飞行器项目旨在实现高达1000公里 小时621英里 小时值的速度 中国透露 九起国防清洗行动是因为严重违规 彭博社 中国表示 去年年底撤销9名军事议员的原因是 这些军官的不当行为 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示 这些议员的会员资格被撤销 是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中国新华社在去年12月首次报道了 这些人的被撤职 但当时没有提供解释 1月15日的公报中的最新评论 揭示了这些清洗行动 发生在新华社报道之前很久 此消息传出后 美国情报机构表示 腐败已经削弱了中国的军事能力 自2018年年中以来 还有几位高级军事人物也被撤职 比尔·布拉德利的竞选建议 让乔·拜登做他自己 华盛顿邮报 新泽西州前参议员在2000年挑战副总统二 戈尔争夺民主党提名的人 今天推出了一部根据他的个人表演改编的新电影 讲述了他在密苏里州的成长经历 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尼克斯队的篮球生涯 以及政治生涯 这部电影名为《滚动前行》 一个美国故事 我们与布拉德利讨论了他与戈尔之间的竞选和尼基 哈雷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竞选之间的相似之处 他对拜登总统的建议 以及他与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康奈尔·维斯特的友谊 中国东北正在画冰雪画金银 南华早报 被誉为中国槟城的哈尔滨 今年冬天的受欢迎成都 在吉林和辽宁等东北省份引发了旅游热潮 中国东北地区或东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工业强国 但近几十年来却陷入了衰落 该地区一直在努力适应经济改革 经历了人口流失 并面临劳动力短缺 然而 最近旅游业的激增为该地区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游客称赞当地人的善良和热情 以及旅游收入的显得增加 苹果12月当季 中国销量下降13% 因iPhone需求疲软 南华早报 苹果报告称 2023年第四季度大中华区收入下降13% 这是一年来首次实现季度收入增长 虽然iPhone在中国大陆的销量有所下降 但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 Tim Cook 仍然对该公司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 苹果面临着来自国内智能手机供应商的日益激烈的竞争 尤其是华为技术 商业地产的慢动作危机解释 彭博社 随着利率上升 工作模式的改变和电子商务的兴起 商业房地产已成为一个陷入困境的行业 影响了房地产价值 许多房东正在努力为其房产抵押贷款再融资 这个银行带来了潜在的损失 这场危机是一个缓慢的下滑 因为估值需要时间来适应需求的变化 价格下跌使房地产公司难以介入和再融资贷款 而写字楼的空置率则创下历史新高 该行业在寻找解决方案方面面临挑战 例如将物业转换为住宅用途 或使其适应灵活的工作时间 为什么英国的珍珠奶茶市场是特别的 BBC 泡泡茶是一种台湾饮品 由茶、牛奶和珍珠粉制成 在英国越来越受欢迎 该国的波霸茶店数量激增 连锁店如共茶 Bubble Logi、Mubu和T4迅速扩张 这种饮料特别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他们喜欢它的定制选项和可拍照的特性 除了在Z世代中的受欢迎程度 泡泡茶也在穆斯林消费者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他们喜欢它的清真状态和非酒精性质 为迎合这一消费群体 穆斯林经营的独立店铺应运而生 由于进入门槛低 波霸茶店对英国企业家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机会 中档泡泡茶店的开店成本 从3万英镑约合3.81万美元起 泡泡茶的潮流势头没有放缓的迹象 全球行业收入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40.8亿美元 范尼·威利斯·Fanny Willis的指控 如何可能破坏他对特朗普在乔治亚州的案件 华盛顿邮报 指控唐纳德 特朗普干涉选举的亚特兰大地区检察官 Fanny T. Willis被指控存在不当行为 这可能会危急对前总统在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中 所扮演角色的最重大法律案件之一 特朗普在1月6日犯下了叛乱罪吗 最高法院可能会做出决定 华盛顿邮报 最高法院将决定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是否可以再次竞选总统 并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他在2021年1月6日 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前后的行为是否构成叛乱 拜登总统和其他批评者认为 特朗普煽动了一场叛乱 证据是超过1200人 因与国会大厦袭击事件有关的罪行被起诉 其中许多人已被定罪 然而 特朗普本人并未面临叛乱指控 最高法院可能会以较狭义的理由来决定此案 避免涉及叛乱问题 该案的核心是宪法中一项关于内战时期的规定 禁止叛乱分子担任公职 但这项规定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没有被引用 法学界和历史学家对什么构成叛乱 以及谁应该决定存在不同意见 1868年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禁止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 最高法院的案件将决定 特朗普是否可以再次竞选公职 如果法院支持对第十四修正案进行广泛解释 可能会对其他候选人提出挑战 虽然一些法学界人士认为叛乱需要使用武力 但其他人认为叛乱的范围更广 检察官通常选择 最容易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的指控 法院还必须确定 第十四修正案是否适用于总统职位 以及国会或司法部门应该决定谁被禁止担任公职 中国股市再次崩盘 经历了多年来最糟糕的一周 CNN 中国股市上周出现了显著下跌 上证宗指下跌6.2% 深圳城指下跌8.1% 尽管北京最近试图恢复对经济的信心 但股市仍然出现了下跌 房地产市场的大幅下滑 青年失业率高 通缩和出生率下降 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2024年放缓至4.6% 是几十年来最疲弱的表现之一 相比之下 印度经济预计在2024年和2025年将增长6.5% 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 中国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长前景 呼吁增强信心 彭博社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测上发生冲突 凸显出北京对其经济评估不佳的敏感性 IMF表示 今年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较高 提到了深度房地产低迷和外部需求疲软 根据该报告 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2024年降温 并在未来几年继续放缓 中国敦促IMF对该国前景进行更恰当的评估 以帮助稳定信心 研究表明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伤害了美国的就业 但影响了美国选民 纽约时报 一项新研究表明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中国和其他美国贸易伙伴实施的关税 是政治上的成功 但经济上的失败 研究发现 关税并没有使受影响的行业重新获得就业机会 但却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 对美国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还发现 为了抵消关税造成的损失 向农民提供的补贴 纸农部分缓解损害 这些发现与特朗普声称关税 带回了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的说法相矛盾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 我们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春节前到天津市考察的新闻 习近平在考察期间 看望了基层干部和民众了解了节日市场供应情况 据报道 整个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接下来 我们报道了中国的传统节日小年 以及《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引用了德国的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雷纳特 科佩的话 称中国整个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不过 由于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A股市场也出现了下跌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冷嘲热讽 另一则新闻是关于中国投行华新资本创始人包繁辞职的消息 包繁辞去首席执行官等职务 原因是出于健康和家庭事务考虑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华新资本的未来发展的讨论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英伟达推出的中国定制芯片与华为产品竞争的消息 以及新加坡商人根据反外国干涉法收到通知的新闻 还有关于中国超高速列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报道 以及中国国防清洗行动的消息 最后 我们还报道了一些国际新闻 包括苹果中国销量下降 商业地产的慢动作危机 英国珍珠奶茶市场的特殊性等等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样 涵盖了政治 经济 科技等多个领域的信息 不过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比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商业地产困境等 但是 让我们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相信中国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更好的发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请随时提问和讨论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